那这个 一百零四 这个曼金石 曼金石也就是曼金子 石 那这个呢 主要的也是 这个收风凉雪 中药很多药你在看神龙喷扫荆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老师他很多的治疗的功能都重复了 重复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性味不一样 你看曼金石 他为苦心 苦味 心味 那是收风凉雪的药 那如果这个人没有风 或者是这个人血很热 你不要再去开那个曼金石 曼金石 他是心危害 那能够立九窍 立九窍通立这个 这个 那个全身的关节 那曼金石啊 很多松节啊 很多东西 就为了有一个概念就好了 真正我们的金方在用的时候 我们不是这样用的 金方在用的时候 所以有个概念 如果你少掉那个药 我说哎 这个你可以把曼金石拿进来 如果您现场 那个药房没有这个药 你可以拿这个药进来 取代它 所以但是唐龙山的讲的最好 曼金石的这个气非常的烈 因为气烈就是说 你闻的味道很强 为心而气发散 而直非常的轻 直轻的药呢 通通入头部 所以散头目的痛 头目的风 头痛啊 好 这个头风啊 好 这种我们可以用曼金 曼金石 好 曼金石 这是跟他们有点区分开来 比如我们入关节的药 用关节的药 头痛的药我们用曼金石 当然我们有很多药 都可以治疗头痛 曼金石是一个 好